美股在大选前一日反弹 是大选所造成的不明朗因素消失了 不是的 美股反弹只是沽空者见好就收 不想持仓至大选日 港股表现就好得多 恒指两天的反弹 合共上升830点 更一度升破25000点 创近两个月的高点 市场开始炒作十四五规划 这也是两天前我在本专栏重点提醒大家应该在五中全会公布找两点 两天前推介的古余中兴763 腾讯700 阿里9988及中心981都有不错的表现 中国已决定傾存力自力发展芯片业 因此 不单是中心出现另一轮的炒作 华红1347也值得留意 中兴在调整八个月之后 从全年最低位反弹 五中全会公布也用了不少蝙蝠谈环保 金峰2208在过去一个月以四度出现列口大升 两个月内股价上升百分之七十 狠有翻新的条件 走势极佳 当然 过去两天恒只能上升830点 两只恒只重榜股 会控005与有邦1299股价表现得好是重要的 会控正在慢慢消除9月23日跌破28元所带来的恐慌心态 有邦则不断地迎接好消息 内地一个城市接一个城市决定开放让有邦进入 组织分公司 开展新业务 正式进入14亿人的大市场 有邦应该是中美贸易战的得益者 中国中央政府不希望在中美关系越搞越差的同时收紧进口 相反的 正在大搞进口 明日就是上海进口博览会的开幕日 而有邦正是属于金融业的进口典范 过去 我多次建议申请所有的生物科技新股 但是 昨日若名巨诺B2126敲响了景中 若名生物2269与若名康德2359股价一升再升 不保证形无利润的若名巨诺一定能转规为形